白羊座幸运数字,6号运时辰,PM,9,00,11点开运方位,西南方向,爱情运分析,运势平顺,可以把好朋友介绍给另一半认识,让两人的生活更多彩多姿, 事业运分析,今天事业运很不好,仿佛刮风下雨般的不平静,除了感到委屈外,也特别容易因为感情、爱情、家庭因素而影响工作效率,财运分析,迷糊者特别容易掉钱包,购物买到瑕疵品,金牛座幸运数字,零好运时辰,AM,10,00,11点开运方位,西南方向,爱情运分析,聪明反备聪明物, 不要自以为是对的,真爱是没有逻辑也没有道理的优,事业运分析,事业运有些不稳定,预定的形成容易受到外力而改变,多少会引发不满的情绪,财运分析,消费上一期新挑选,因为买到瑕疵品的机会高,双子座幸运数字,零好运时辰,PM,7,00,9点爱情运分析, 单身者希望博取一性的好感,在交际场合会尽力做最好的表现,也因此交到不错的朋友,事业运分析,心情愉快,对待事物也显得非常积极,你的乐观情绪也感染了周围的人,工作器分家,财运分析,财运不稳定的一天,时好时坏, 进进出出明显,不是合投机取巧,巨蟹座幸运数字,一好运时辰,PM,7,00,9点爱情运分析,爱情运还不错,单身者在社交场合,容易解释异性朋友,能快速点燃积蓄,已久的热情,事业运分析,事业运不佳,判断能力有降低的嫌疑,放下主观听听别人的一切,对于陌生领域,一需新接受,财运分析, 交际应酬多了点,一地方不知节制,而引发财务危机,狮子座幸运数字,一好运时辰,PM,100,2点爱运方位,西北方向爱情运分析,较为被动,不想接触异性,对于他人的邀约不动于衷,不利于感情的发展,事业运分析,工作上的压力会很大,让你很难吃得消,会感觉疲惫不堪,财运分析,小心破财, 只要看得开,西神会在其他的地方给予补偿哦,处女座幸运数字,二好运时辰,AM,800,9点爱情运分析,在感情上别太在意所发生的小事,那只是一时的低潮罢了,事业运分析,虽然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,但多能乐观对待,一因贵人相助而度过难关,财运分析, 多了解市场讯息,把握商机,天正做幸运数字,三好运时辰,AM,900,11点爱情运分析,爱情运不错,即便小有争执,也能快速复合,事业运分析,事业运普通,适合扮演配合听话的角色,一规形式较妥当,不妨趁着午间休息,去外面绕两圈, 释放一下压力吧,财运分析,适合花钱取悦自己的一天,不妨趁今日轻轻松松地套赏自己,享受一番,财富的获得需要费点脑力与心力,天蝎座幸运数字,五好运时辰,PM,12,00,1点爱情运分析,今日对于热恋充满了憧憬,有机会接触到帅哥美女欧,事业运分析,事业运不错,适合运用下来, 小技巧来达成工作目标,可是最好要听命行事,一意公行只会让完成的事项,被上司不断地修修改改,财运分析,竞争计较中的财,如果没有积极的计算,就无法发现财神爷的踪迹,额外呢,钱特别容易花在交际应酬上,射手做幸运数字,二好运时辰,PM,10,00,12点开运方位,西北方向爱情运分析, 单身者有不错的机缘,给突然想起的异性朋友打通电话,会有意外惊喜哦,事业运分析,事业运不顺,似乎很忙碌,可是有劳而无功的征兆,劳而无功举多是自己造成的,因为个人的判断错误,而做了一堆白工,财运分析,投资前应多考虑,以免因小失大,摩羯做幸运数字,四好运时辰,AM,8,00,九点爱情运分析, 外表上看似很洒脱,而内心却有点寂寞孤单的心境,事业运分析,今日事业运普通,没有特殊的进展,较适合动脑型的事物,特别适合帮同事解决解决疑难杂症, 财运分析,有点偏财运,适合短期投资,例如,短线股票,乐透等,水平做爱情运分析,应酬较频繁,无暇照顾另一半,会让对方心里不舒服,多给对方拥抱可化解误会,事业运分析,责任心很强,能按部就班完成,各项任务,但缺少精益求精的精神, 财运分析,在金钱的花费上较大意,钱财留不住,双鱼座幸运数字,三好运时辰,PM,二,零零,四点海运方位,正东方向,爱情运分析,啊,情绪也变化太大了吧,跟你相处好像在喜三温暖中,与其突然的生闷气不如说清楚,事业运分析,刚步入职场的新人,或是比你小几岁的异性,最有可能成为你的大贵人, 多家留意会有好运,财运分析,不适合想金钱方面的问题,烦闷之时,不妨去喝杯咖啡轻松一下,点击阅读原文,查看详细运势 字幕志愿者 打赏描 tar D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